好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 我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其实最近有一家科技大厂出事了 什么样的事情呢 是英特尔的股价大跌 当然之前也传出说它大裁员 那当然在江湖上还有很多的传言说 台积电应该把英特尔给病了 好 但我们今天会请到专家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 从经济的思维来探讨一下 那么到底英特尔犯了什么 不可原谅的错误 当然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英特尔它的配不出配席 然后又裁员 然后它的CEO其实是又回认的 那么感觉上是对于这家公司 充满了热情 充满了一个期待 但是不管是经济学人 不管是纽约时报 对它的评价其实非常的残酷 都说是很低迷的 而且甚至会出现空前的危机 那么待会我们就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英特尔这家大到不能倒的公司 其实在美国还花了很多的钱 在进行一些这个补助 那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它的始末 好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 因为这个礼拜 中东的一个战争 可能是一触即发的 那美国的选情 现在也进入一个白热化了 全球的不确定性 不管政治经济 这个不确定性 其实是越来越升高的 我们今天会请到这个专家 好好的跟大家来谈一谈 你当然投资 这种主动型的基金 有它的优势 那你追踪指数的ETF 那大家也觉得比较安心点 那不管商品是怎样 都要先了解一下 当前的一个趋势 还有你自己投资的属性 所以我们待会会请到专家 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现在对于这个台股 那么不管是高股息 又或者是AI的题材 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思考跟判断 我们在2点20分的时候 也会有直播 所以大家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那么看我们的直播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国际之间哪出了大事 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 不管是总体的经济 那么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还有其实你要了解 你自己投资的属性 你是一个比较安全保守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 我觉得你一定要先了解 你自己之后 那么再来选择投资的工具 但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一定要多了解一下 现在市场的一个状况 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投资的 社会的一个氛围 你都必须了解一下 好 这也就是我们做节目 长期以来都希望大家 这个知识 常识 胆识 都要兼备 才有办法在投资的路上 那么走的长长远远的 其实你投资到最后 真的是比气长 真的是比气长 有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哇 这个见之八方 神气的不得了 但只要是经过了一个 这个股市的大幅起落以后 那他就谢谢再联络了 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能够在投资的这个观察上面 有多吸收一点尝试 知识的 那么有利于自己做投资组合的一个判断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些些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极端的天气会导致了 这个农作物 这个价格的波动 那今天有看到绿色和平 有发布一个气候通膨 那么对于蔬果的一个价格 可能会出现极大的波动 蔬果的价格20年 就已经是翻倍了 那现在看到了这个柿子玉米青葱 把腊洋葱 这三年都是出现大幅的一个涨势 那当然有说是市场供需的一个状况 可是现在到底社会能不能够有农产品 必须低价的观念 好 那菜价是不是永远都要这么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一直认为 所有的农产品的一个价格 当然不能太高 每个人都要吃饭的 我们要吃有肉有菜 过日子的 所以对这个一般的生活来讲的 为什么物价都没有办法 其他的物价都可以涨 可是只要农产品 又或者肉类蛋类一涨 大家也是受不了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要吃饭的 但这个问题也告诉我们 这个极端的气候会带来通膨 农产品的价格会这么低吗 永远会这么低吗 会出现哪些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 未来要关注的议题了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我们刚有跟大家分享 因为气候通膨的影响 那输果的价格在20年之内 其实会翻倍 那我们有看到北农 这个果菜批发商的一个价格 其实这20年 20年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不管是蔬菜 或者是水果的一个平均价格 都涨了一倍 涨了一倍了 那当然了 那你说农民会开心吗 其实农民不会开心的 我们看到农业部 他们有这个统计 就你价格太高的话 那你说实在 你没有东西可以卖 你也不会有稳定的收入 所以农民希望价格是稳定的 大家可以常常买 这也是有很多人在讲说 那个石油价格 这么高的话 那这些石油输出国 不赚翻了吗 可是事实上 石油输出国的组织 他们都希望 他们的石油价格不要太高 你如果太高了 我就去发展替代能源了 对不对 那你当然太低 我成本开采的成本就不够 所以他们其实会维持一个 比较 他们认为有利可图 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个价格不是越贵越好 那个石油是如此 就农业生产 当然是如此 不过因为各个国家 对于这种民生用品的一个波动 会引起很大的问题 因为说实在的 整个金字塔的一个组合当中 只有金字塔 那个尖端的人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吃喝的 这个成本 可是所有中产阶级 以至于比较 这个底层的人 都会希望价格不要太高 你这个一波动的话 就吃饭都成问题了 那生活怎么过下去 所以大家很多 像台湾就有这个物价稳定小组 就希望价格不要太大的一个波动 可是面对整个气候的通膨 因为极端的高温 所谓气候通膨 就是说你万一狂风暴雨 或者是干旱 那你的蔬果价格 当然就会波动 你的收成不好 就像台湾如果一次 淹大水之后 那整个蔬菜的价格 哇就已经贵的不得了了 好所以未来要关注一下 气候通膨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要思考一下 好思考一下 就是菜价可能不会永远都这么的低 那可能可能了 就我们社会上的一个观察 也不能够说农产品 就一定要低价 如果它不能够随着市场波动的话 好那的确也都会 在生产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 或者是消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定是会出问题的 好今天的雨来的好大好快 我记得都是下午的时候才会狂风暴雨的 那今天我来中港的路上 就已经下大雨了 拜托我都是中午之前来公司的 那已经提前下雨 而且雨很大 雨非常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台风 台风那么一起缴获在一起了 那听说了台湾的午后 大雨要连炸五天 今天礼拜三 那不就整个礼拜都在炸了 好那现在看起来 有 玛利亚三神安比 还有一个台风叫悟空 那他是在昨天的下午生成的 那现在看到了安比台风 其实这四个台风当中比较强的一个 他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大了 对台湾都比较没有影响 只是说台湾嘛 那一定会整个带来一些那个环流圈的一个位置 那台湾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所以不但是这个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 北部也会有这个短暂震雨 那其他地区其实也都是多云 但留意一下午后 午后都会有大雷雨 大震雨的一个发生的机会了 好另外就是日本了 我们来看到日本了 日本有很多的家庭 现在开始呼吁一件事情 说拜托暑假不要这么长了 那不是期待就是放暑假吗 孩子可以玩一玩家庭的旅游 或者是这个给孩子 有一些参加其他社团探索的一个机会吗 但现在有一些日本比较低收入的家庭 他们说电费涨成这样 然后呢在学校有吃营养午餐 你回家其实有可能会吃不饱 或者是没有这个好吃的食物 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47%的受访民众 日本人说希望缩短暑假 而且有13%的人就说不需要暑假 因为呢实在是负担不起 连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吃饭 都因为食材太贵了 买不起 没有让孩子 没有办法让孩子吃饱一点 或吃好一点 哇这个你这看起来真的觉得 有点难过了 那另外就是很多的这个孩子 也会要求说 啊我除了放暑假嘛 那我除了这吃吃饱 或者是吃好 他们不在意 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呢 是不可以去迪士尼热园玩一下呢 可是他们也认为说 入场的门票一直在在涨 所以很多日本的妈妈说 根本没有钱带孩子去 让他感到非常的内疚 好这是日本的一个状况 好来回过头来看看台湾 台湾的话 那么我们关注的投资焦点 还是在台积电 那么台积电现在出现了筹码战 也就是小虾米要对抗大鲸鱼了 看到小股东的人数 突破了140万 140万 不过说实在了 台积电80%以上 其实都是在千张股东的手上 你的小股东100多万人不多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边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了 那么看到了这个今天的台股 还是由台积电领军的 目前大盘是上涨200多点了 那今天的盘面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那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类股 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大家探讨一下 那当然了今天有人讲说 这个台积电的筹码战 是小虾米尬这个大鲸鱼 可说实在的 台积电80%的股权在哪里 在大股东身上 好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 运达头顾的副总 高宪荣高副总 副总好 郝云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今天有看到媒体 说台积电头马战 小虾米要尬这个大鲸鱼 那外资卖 那小股东突破140万人 不说实在 台积电1000张以上的 80%都是在这种 大股东外资手上 对不对 所以你说散户减了100多万 有会产生倾斜吗 不会吧 不要把筹码打乱就很好 也是 人家百分之一千多张的 你这可能都是零股 或者是一张的吧 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最近比较好的就是 前阵子的地方 外资这个旗子大步空单 一路的一个贯沙台积电下来 不过经过这个 上个礼拜那种恐慌性沙盘之后 最近外资这个卖家 已经稍微有点收敛了 所以说至少这个部分 只要外资不要向前阵子 那里大幅度的提款出去 我相信台积电 以它长线成长动能 还在持续来看 股价在这边至少先稳住 见脚应该是有机会的 哦好 那今天看起来 还是台积电领军嘛 对 那也有很多人在那个 网络上问说 22K是不是OK了 22K当然不是薪水22000 是不是22000点是不是OK了 你怎么观察呢 好的那第一个 当然大盘的部分还记得上个礼拜 当这个礼拜一中错 1807.800党股票跌停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提醒过大家 其实很多高手在这个24000的时候 都有先做了减码 收回资金 等的就是这种恐慌性沙盘出现 融资断头卖压出来 那就可以低档来减便宜 那才讲完没想到指数的部分 这一口气 这个地方 一开这个 一口气也涨了 这个2200多点上来了 到今天最高点 已经来到这个 2215 22155的位置 应该算了算 就超过2300点的幅度 那当然这一波这个集群金 又这样涨上来之后 第一个大盘在接下来 会面临几道比较重大的关卡 一个是月线 目前位置大概在22085左右 然后上面一点还有一个季线 大概在22300点附近的位置 然后比较最大的一个关卡 应该是在8月1号那一天 那天是大盘指数 一度这地方跌到季线 横盘整理四天丑 一个调控长上去 很多人在那里都觉得 大盘已经从24400 跌到季线 然后又一个调控上来 好像底部完成 所以很多人没有在24000点的时候中压 确实在那一个地方 22000多点 那天收盘是22642 跑去中压 结果后面连续两天 大家知道 两天跌到2800点 如果一说以这个期值来算的话 等于是一口单 这地方赔了60万 等于是如果你融资 当时的一个期值保证金 24万来看 等于断头被断了个三次 加两天的时间 那现在指数A又涨上来 回到了月线 回到了这个季线 也回到这个22642的一个前波的一个压力区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然要再突破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个地方 静观情缺的味道 但不是说没有机会 只是以最近的大盘量很明显 稍微这几天有点缩 前两天都只有这个4000亿不到 今天大概就4000亿出头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我觉得说要攻上去 接下来大盘会先在这里量所整理 如果有4600亿的一个量 这个行情量再补上来 就有机会攻过 否则的话大盘我认为说 现在抵挡当然再往下 这个地方恐慌性体跌 破那个19662的低点 应该短期时内不会见到 但是再上去也会比较难 可能接下来指数是这样来回振荡 然后个股表现是比较有可能的状况了 因为之前跌嘛 跌就希望量缩嘛 可是上工的时候也量缩就尴尬了 对 尤其工到这个地方 这两天有些大户也觉得 好像这波涨得有点快了一点 19662而已 扣起已经涨回到2万2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大户也不会贸然的在最高 是看看这地方停看听 那在接下来 当然还有蛮多的一个考验 第一个就是 这个辉达即将公布 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财报 很多人在观察 到底这个AI的泡沫有没有破灭 上次这个美超围公布出来的毛利率不如预期 股价一度重挫 引发了这个全球股市 也是那两天的杀生熔融 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回答的财报 那再来呢 这个今年的FED到底会降息极码 这地方降息9月份应该是确立了 可是降息极码就变成一个关键 如果说只降息一码 代表说这个是FED认为说 通膨已经差不多达到目标 所以稍微意思意思一下 没有太大问题 可是如果说降息幅度比较大 超过两码以上 可能就代表FED已经看到 美国经济好像有点这个要衰退的疑虑 所以才会加大降息的力道 所以如果说FED到时候9月份降息 这个力道是比较重的 两码以上可能投资方法这地方 对后市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这都是在接下来这个市场上 主要观察的几个重点 那另外副总其实会有观察到说 你说我们台湾很多的企业 它的获利都还不错 我们看到媒体 就是说这还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那目前来看 举一个例子相说的地方 刚才讲到美超委 就是美国的一个 这个伺服器代工大厂 这个地方公布出来 毛利率不如预期 可是最近我们的华硕 我们的广达 还有接下来这个鸿海 要这个开发书会 大家都预期 毛利率应该是有往上的空间 当然这个部分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以前美超委 最主要生产的产品 都是在这个伺服器 或是超级电脑 都是针对一些企业级的大客户 它的毛利率本来就是比较高 那这地方相对的 我们的这地方广达 或是华硕 很多是都在做 Notebook做手机起家 就鸿海做手机起家 那本来就是从毛三到四开始 所以同样的地方 开始切进到 AI伺服器的时候 其实整个毛利率水准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那是因为这地方 这个以前的美超委 毛利率向来就是比较高 一下子要跟鸿海 跟这个伪创 跟这个广大的竞争 所以看起来 它毛利率会比以前来的低 我们呢 之前有以前是做 这个毛三到四的一个 这个笔电的 那现在毛利率反而在拉高 可能在这个部分点是 投资朋友回去注意 为什么一样做四伏器代工 人家说毛利率不如预期 我们的毛利率 就要往上提升 这有蛮大的一个这个 关键 当然这地方 未来还是要去观察 我们讲下游云端服务厂商 现在这地方 还没有找到说 AI这几年 这个发展上来之后 怎么去赚钱 那这个部分 好像是我们特别未来观察 万一哪一天 这地方云端服务厂商 觉得说 不行不能再这样烧钱下去 开始在缩减资本支出 可能也就是这波AI这个产业 未来要面临比较大的危机 也是要特别小心一点 了解了解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很开心请到老朋友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怎么样 从经济的思维 来看到现在财经的 这些大事情了 特别是最近 我想投资人 最焦虑的一件事 就是Intel到底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了 一下子财源 一下股价又崩跌 还有人讲说台积电 干脆把它买下来算了 那我们听众朋友也有留言说 这个Intel拜托 这其实你想要自己继续做吧 这样才可以让台积电笑很久了 好 该怎么样去做这样的思维 我们先欢迎一下 我们商周的首席经济学家 杨绍强 绍强好 玉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其实我有看到你 在商周有线上的课程 跟大家来谈一谈 怎么样用这个经济学的概念 来解读 现在企业发生的一些大事 那我今天就想要请你 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聊 就Intel到底发生了 什么样的一个大事啊 过去大家都知道 台积电有两个竞争对手 要不然就是Samsung 要不然就是Intel 但看到了 这两家现在越来越不行了 特别是Intel出大事了 怎么样来观察 Intel会出这么大的事情 又财源又配不出席 还有人说他碰到空前危机 你怎么看待呢 我想Intel的表现 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这边只讲两点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他的表现有多糟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先看看股价 今年以来Intel股价 跌了大概60%左右 然后他大盘就标普500指数 大概涨了15% 就大盘涨15% 他跌60% 那你看台积电今年股价 大概涨了50%左右 所以Intel几乎是 私人独憔悴 就别人在涨的时候 只有这家公司就会跌 这是股价表现 那你看财务表现几乎更糟 刚刚运营有提到说 他又裁员 然后他裁员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的财务状况真的很不好 他今年第二季就赔了16亿美元 这16亿美元什么概念 我算了一下 就是大概16亿美元 大概是超过新台币500亿 就等于是每一分钟就赔新台币40万元 哇你这样讲好有感 我们刚刚讲这句话大概过了30秒 等于Intel又赔了新台币20万 就等于你可以想想这种烧钱速度 大概就等于类似像以前我们网路泡沫时代 那种网路公司烧钱速度 大概差不多就这种等级了 你可以想想从这两个指标 股价还有财务表现 你就可以知道Intel这家公司的那个状况 有多么糟糕 所以他才会宣布裁员 那有很多人说 这是Intel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裁员状况 因为他财务上真的非常非常不理想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个结果呢 其实我们有透过经济学的角度 可以提供一些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Intel跟其他的公司比较最大 跟其他半导体公司最大不同是在说 他是制造跟设计同时在一家公司一起做 他跟其他公司所谓的像AMD这种 无精原厂的设计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 Intel是设计自己来 制造也自己做这样 那这个其实在经济学上 他有一个我们讲 然后有一个叫概念 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 就是你资源同样用来做制造 同一份资源就不能拿来做设计了 就好像人一天只有24小时 你24小时都只做一件事 跟你24小时我做10件事情 就变成样样通样样松了 所以你觉得像台积电 他就是专注只做代工对不对 对 他就是因为像台积电来讲 他就是因为专注只做代工制造这件事 所以他才能把代工制造这件事 雕琢到几乎完美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Intel是制造跟设计 他同事做的话 他就必须被迫把一部分资源 都分散在这两个项目上面 而且变成是很可能 这两个项目都做不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提到 Intel财报的例子 其实Intel第二季财报最大的亏损来的就是来自于他的晶片制造 我们有一个数据 就是如果他每卖一单位的晶元 就是一万美元的晶元 Intel是亏损超过六千美元 可是台积电是赚四千美元 就等于是说这两个差距 你看差距有多大 所以我们之前有写过 我们也有探讨一个案例 我们类似有点开玩笑的讲 就Intel如果把这个同样的钱拿去跟台积电买晶元 然后剩下的钱拿去发鼓励或发帮员工加薪 就解决问题了嘛 对 都比你现在这种把钱丢在水里面 一直赔钱来得好 就是我们谈到说Intel就是他忽视了这个所谓经济学里面 机会成本的概念 就如果说你假如专注于制造 专心的专攻设计 那你把制造交给台积电这种专业的人来做的话 那是不是会比你现在样用通样的 你又做制造又做设计来得好呢 就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它主要就困境来源 我们在看来是主要是来自于这边 就是他从设计啊 然后制造就全包了 对不对 然后就现在碰到这个情况上不上下不下的 可是我有看到你的文章也提到 就超微他就重返荣耀了 那超微跟他不一样吗 对超微其实过去的情况跟AMD很像 特别跟Intel很像 因为超微是AMD嘛 对对超微过去跟Intel很像 是因为说他也是制造跟设计 他也是同家公司自己做这样 后来是他主要制造的那个业务 主要是独家授权给那个Glowfunder来做这样子 可是后来这个制造部分 他也是做的不是很理想 那后来苏之锋上来以后 就是大家知道台南女儿苏之锋上来 苏妈 对对苏妈 他上来以后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跟Glowfunder分手 他分手 因为分手之前他要付出一大笔所谓的 像违约金 就等于说 可是违约金的话 可以换取AMD 自由下单的自由 就之前AMD被迫 只能下单给Glowfunder去做制造这样子 可是后来因为付了分手费 他就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料去给谁代工了 他就给台积电内工了 对后来就给台积电了 对所以这边的AMD 他从过去制造跟设计的两个同事做的困境摆脱出来了 所以你看AMD现在变成一个专门的负责在设计的公司 那为什么现在市场上 各位知道现在AMD的市值是Intel的两倍以上 那市场为什么看好AMD呢 是因为说AMD刚才会知道 他在AI的领域有很多突破 或至少看起来是领先者之一 所以市场看好他 可是相对Intel呢 Intel他必须还要分心在做制造这件事情 同样资源他就没办法去开发出更先进的晶片了 所以Intel的指引长自己在财报里面都承认 他说Intel在AI这个领域 他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 所以是因为说你看相对AMD 他把过去花贷制造的资源省下来 专门在供设计的 所以他在AI领域取得领先 市场给他评价也是非常正面 可是Intel做电视反而就没有做到 所以变成是市场一直在看随他 这两个差距在这里 所以你看这个选择跟放弃 对不对 成败高下 马上就看到了 可是过去我们企业的思维都希望同胞我自己做 对不对 然后现在要告诉你要选择的 那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我们待会讨论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商周的首席经济学家 杨绍强 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白话的商业思维 就希望透过经济学的一个概念 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这个台积电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人家的现场课程是要收费的 叫我们节目是没有钱的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绍强可以这样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有个 我自己是想法是说 我有个朋友他开餐厅 那他就是一个老板 他请了一个厨师了 可是那个厨师刚开始的时候 前两年都没有问题 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 当然也因为说采购的问题 回到老板身上 没有在厨师身上了 那总之厨师就跟你请假了 那问题就来了 这店里面该怎么经营下去呢 还好我这个朋友呢 他有考过什么什么 怎么几级的这个厨师的一个执照 当然他自己也很会煮 他就只好进厨房了 所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拜托你不要以为你当老板很舒服的 你要必须能够采买 能够煮饭 然后能够煎外厂 所以我想在企业思维上面 是不是有很多人说 最好我连设计 我连这个代工 我都一起做了 我不要委外 我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可能过去的思维是这样 但你现在的判断 好像不是 因为这样会拖累企业 那请问一下 这该做怎么样的解读呢 跟思考呢 我觉得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真理说 一个情况 就是全部都交给外包专业来做 就是普遍不变的 就任何时代都适用 我想没有这种道理 就应该还是随着情况而变这样 不过我们就举我们刚刚讲 Intel这个例子 其实老师说Intel在21世纪开始 对不起 它曾经是被视为说 矽谷最尖端的半导体公司 大家也很看好它 其实它那个时候 就是制造部分设计同事在做了 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 市场觉得 你这样做是行得通啊 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行不通 我觉得说 现在跟过去最大的差异是在说 因为过去那个时代 半导体的竞争还没有那么的激烈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一下公司同时做不同的事情 基本上市场还是觉得说 这个也许还行得通这样 可是想想看 现在半导体已经竞争到 什么样子的地步了 先不要讲制造面这个好了 各家晶片设计公司都冒出来 连苹果自己都在设计晶片 苹果过去是用Intel的 现在连苹果自己都出来设计晶片 还有挥达像这些新公司都出来 你说像Intel这种公司 我们先不要讲 就算它是一个体量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好了 你面对这么激烈竞争的环境 你全力做设计都不见得还能够赢得过这些对手 你现在还把一部分心力拿去做制造 那你想想看这个能够行得通吗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 因为我们面对的环境或时事的不同 会决定你的策略成败 Intel过去这种制造和设计同时做 这个策略也许是行得通了 可是在过去那个时代 市场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 这可以work 可是现在你还要做这些事吗 我觉得这很值得存疑 很值得讨论 对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说实在的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我自己捅包了 大概就会有人力费用 厂房或其他的费用 可是你可能会丧失跟别人合作的机会 你就会失去赚别人钱的机会 对比像台积电人赚多少人的钱 对每个人都来求他 如果是那个晶片短缺的时候 还打电话拜托 先给我先给我 所以我觉得现在从经济学来看的话 那个是不是有一些要放弃 有一些要坚持 那该怎么拿捏呢 对因为我们讲说经济学里面的概念 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讲我们讲成本的概念 所以经济学讲成本意思就是说 你放弃的机会 放弃的机会如果越少的话 就表示这件事你越迟了做 譬如说我们两个今天在这边讲话 那你放弃的机会可能就是说 你可能会去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动作 但是因为你现在跟我这边讲话 你就放弃了那个机会 这个叫机会成本 那其实我们讲说做任何行为或做任何选择 其实都有成本的 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 我们再回调像Intel这个例子来说好了 你说他要做制造的话 他放弃了什么机会呢 他放弃其实跟台积电这种 很顶尖的这种制造业者合作的机会 就变成台积电有什么技术上制造技术突破的话 那跟台积电合作的厂商像AMD 像回答可以享受得到 因为他们是专心设计 制造就给你台积电搞 所以台积电做了什么制造技术突破 这些AMD回答这些厂商都享受得到 可是Intel一定会享受不到 Intel自己还要再去做跟台积电一样的事情 甚至他去做跟台积电一样的事情 他做的比台积电还要差 其实我们讲说这个道理其实没有那么高深 我们讲一般的常识就可以理解 我们讲说如果你做任何事 如果你比去外面买还要更贵的话 那你就应该去外面买 你不要自己搞 对啊我们最近 我跟家庭主妇都听得懂 就是说如果菜价都这么贵的话 我干脆去外面买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自己在家里面做 还要搞得我满头大汗的 对对这其实是一个常识 所以我们觉得Intel这个 我们不知道和经营者在想法是什么 可是明明就说你看 你去跟台积电合作的话 你可以省下很大量的成本 而且明明就是比较便宜的事情 可是Intel还是坚持自己做 就是像英芬刚刚讲的例子 就明明你自己做就很贵了 我还是要坚持自己做 那你说一般家里面书可能觉得说 我自己做我有那个乐趣嘛 我享受我做给家人吃饭 做饭吃的快感 可是你说Intel自己要做这个经验 它有什么快感吗 我是不知道 因为Intel毕竟还是一家盈利的公司 它不是一个慈善事业 所以他做这件事让 所以股东为什么就这样去告 Intel的原因也在这里 他觉得说Intel的经营党 或这些经营者都在骗他 都说我们代工业务以后会成长 以后股价翻盘 结果没有啊 觉得股东觉得被骗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跟台积电合作呢 他们有的challenge 有的challenge在这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个如果放眼在我们职场 或在人生当中 我觉得要从这一堂课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要放弃一些事情耶 对不对 要做一些选择耶 对 必须是要做选择 因为我们讲说 人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嘛 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 你就是只有24小时啊 所以你要选择什么 要选择什么 跟选择做什么 跟选择不做什么 它其实是有一个思考逻辑在里面 这其实用经济学的概念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现在看起来 Intel比较没有这种成本的一个概念 也不太了解机会成本啊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 你看让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出了这么严重的包 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就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压抑的地方 那不就能者多劳吗 那是不是也要跟老板讲 可不可以让一个员工 做该专场的事情 对不对 不要让他这个能者多劳 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什么都做不好 对 应该是说要专业化 对 如果说能者多劳 这个其实是非常没有效率 如果你要能者多劳 你可能就是下一个Intel 可能就会变这个样子 下一个Intel 我们当然最近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说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台积电就把这个Intel病了 我们听众朋友讲说 这个Intel那个董事会 应该要请这个执行长 傲慢的执行长继续做 这样台积电就会偷笑到不行 继续让他烂下去 你这两个方法 你的判断呢 我觉得第一个 可不可行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觉得台积电如果要买Intel 还不如自己去盖厂 比较划算 因为毕竟你要去合并一家 完全不同的公司 你还要把 我们知道现在台积电 美国在工厂也碰到一些问题 包括像员工 可能工会的一些问题 反弹等等 你想想看 他自己盖工厂 要招募当地的员工 就碰到这么大的阻力 那如果他还要去把Intel 买下去整合一个 完全不同的公司文化的 一个整个系统 我觉得代价 搞不好会比他 自己去盖一个工厂的代价 还要更大 我觉得这对台积电来说 是不是划算 这个可能很值得讨论 对对 然后要不要继续让他烂下去 但说实在的 我们待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Intel都跌那么多了 不就到地板价了吗 不就可以抄底了吗 你的看法是怎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下广告 好 这里上来Radio 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那么现在 他自己有线上的课程 那很开心 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免费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支持 他的线上课程 好 欢迎一下 我们上周的首席经济学家 杨绍强 绍强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 能者多劳 一个人要多工 还有才有办法 能够在职场上存活下来 才能够受到老板的肯定 可是从Intel这个案例当中 又发现 还有能者多劳 还真的是 走不了太远的一个路 能够专业的分工 然后把自己本分做好 然后把切割一些事情 让别人去赚 也许获利会更好 所以适时的了解一下 机会成本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谈一谈 那个股价的问题 我想投资朋友 还是很关心 就是说 那如果Intel这样跌的话 是不是可以买 现在国外也有很多的分析 都在讲说 可以抄底 它都已经跌到快净值了 你的看法呢 当然我先说明 我不是投资专家 所以我不敢说 可不可以抄底 不过我们先讲说 一个公司 它的股价一定会反映 它未来的公司的经营状况 短期股价的涨跌反弹 它可能有一些 技术上面的一些分析等等 这些 可是我自己的理解是 长期来说 我们还是回顾到 这家公司的经营层面来看 那就我自己个人 我先讲 我先讲 我自己个人观察 就这家公司 Intel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或经营层面 它有任何的改善吗 有因为股价下跌 它做了任何的进步吗 我比较在乎的这一点 就如果说这家公司的本质 没有任何的变化的话 我觉得 假如你是要抱长期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这家公司值不值得做这样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说 我们就很好奇说 Intel的执行长 我想他 Intel的执行长绝对不是笨蛋 他应该也知道问题出 你公司亏这么多钱了 他应该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压力或是怎样 他不能放弃制造这个业务 短期来看这个制造业务 它不能割舍掉的情况下 那我们应该可以合理的预计 这家公司的体质是在短期一期 在短期间应该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超底的话 那你可能要心 如果除非你是一超底 想要就一反弹就跑了 那你可能有非常尽准眼光 这个当然这个 就不需要我再讲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说 超底可能类似要长报这样子 那你可能要先考虑一下 这家公司的体质 是不是真的有改善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点来去做考虑 对我觉得最担心的是 你刚刚讲过说 他可能会碰到集体诉讼的问题 然后他的CPU的市场的 占有率也是下降的 万一再碰到集体诉讼 我看这个问题就大了 对因为刚刚一分有提到 他CPU最近也出一个大包 就是他最新的13代14代处理器 被玩家发现说 怎么突然死当 后发现说 他自己设计跟制造方面 都出了一些问题 那你知道这对一个公司的幸运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如果他还继续在坚持做这条路 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讲说资源是有限的 你要同时做设计 要同时做制造 变成是你两个都没有办法做好 那你公司幸运就变成 变你要付出了一个代价 所以他短期间 有没有可能改善这个现象 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到 只能这样说 对 不过说实在 现在半导体 都是那个国家重要的 那个战略资源 Intel当然是吧 对不对 台积电是我们的 对不对 很重要的战略资源 Intel对于美国来讲 一定是嘛 那以后好了 不管是那个川普 或者是 赫锦丽 对不对 差点忘了他的名字 赫锦丽他执政的话 他们当然都会希望Intel好 那这一点你觉得呢 对 我也是跟我朋友开玩笑讲 我说Intel如果翻身了 他可以希望就川普当选 川普当选把台积电整死 但是开玩笑 对我也担心川普上任 会把台积电整死 不过后来讲 这个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是说 这可能性不存在 而是说 如果川普把台积电整死的话 那个苹果那些人 也会被整得很惨 对对对 所以如果这个 我觉得千亿把洞穴上 当然我们不知道 他会不会这样做 可是如果真的把台积电整死 我们回过台讲 如果把台积电整死 那Intel就会崛起了吗 我觉得这很像 有点像说 我上不去 我把别人拉下来那种感觉 就对我自己 别人在你上面 我自己爬不上去 我把别人拉下来这样 这对你本身公司来讲是好事吗 这是一个 这就等于说 你完全要靠政府扶持 你才有办法生存 我们讲说有一句话叫 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为什么扶不起 就是因为说 你就是阿斗 所以你扶不起 那如果想要改变 你自己本身的体质的话 你就必须要 从回过台来想说 我为什么竞争力会不如别人 我为什么竞争力会不如台积电 我会不如AMD 你要从源头去想 我们在猜说 有一个可能说 英特尔为什么到现在 还是死都不放弃 制造这个业务 也许就跟刚刚一边讲的是 美国政府可能会补助他 这件事情有关 有啊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以后我就可以独立制造晶片 只要美国给我够多钱 对不对 三宋不就这样吗 对 你只要政府够扶持 我就不是阿斗了 对 可是因为三宋 它有一个特色是在 三宋的手机 目前市占率是全球第一 所以它自己本身自己养自己 这个机面 本身还不构成太大的问题 可是英特尔自己本身 它市场基本上没有上 它目前的最希望的是说 它代工业务起来的话 像挥达这些大客户会回过头来 去跟英特尔下单 它的如意算盘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看起来这个 我们先不要讲 回答这些未来客户 可不可以回到英特尔去下单好了 现在连微软都不跟英特尔合作了 前年我看到一个新闻 微软还要跟高通推一个新的PC 它不是要用英特尔的CPU了 过去我们讲说一个 有个叫Wintel架构 就是微软的Windows 加上英特尔的CPU 所以叫Wintel架构 现在微软都不想要跟英特尔继续玩了 那你想想看说连旧客户都可能要跟英特尔说拜拜了 你还失望说新的客户 会去跟英特尔下单 我不知道 可能高层真的比我们乐观吧 只能这样说 对大概是这样 而且我这边其实手上还有一个讯息 就是说英特尔每年都会办创新大会 那今年本来要在9月24 25号 在加州这个San Jose这边举行的 他说要延到2025年 应该是取消了 对取消 因为他端不出新东西 对 这一关都过不了了 对啊对啊 我觉得他可能现在问题就真的比较大 他现在是连以前他的手下 白江湘AMD 他的市值都不到人家的一半了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追 如果他继续还是走这条路下去的话 不晓得 对 光靠政府力量应该也是前途无良 只能这样说 嗯 就你不相信川普 你也不相信贺锦丽 不我们学经济学一定是相信市场的力量 学经济学是相信市场 然后我们是那种市场派的 就会觉得说政治会影响到一个经济的发展 像这一次我觉得我有看过你的文章 没有听还没有听你的线上课程 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这个经济学之父有讲 他说每一个聪明的一家之主都知道 你自己要做 如果比外面花更多的成本 你就不要在家里面做 对 对 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咱们就讲过 这两百多年前的智慧 两百多年前的 对 其实他其实不高深 其实你用尝试去判断 你就可以完全理解这个概念 只有时候我们一般人会被一些 我们讲过去的成功经验所束缚 可能像英特尔这样 我过去知道这么成功 你要我放弃我舍不得 或说他可能有一些政治利益 就是美国政府就是一定要有制造业务在美国 我不要依赖亚洲 对 他可能是这样子 我自己做 我美国多大 对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讲个题 美国政府花这么多钱去补助半导体在美国制造 到底是不是划算 其实美国舆论也在challenge这个论点 我今天刚刚我纽约时报也有在讲这件事 他说你美国政府每年砸这么多钱 让厂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 那你同样这笔钱 你如果去扶植更多美国理工人才的话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知道说半导体现在制造 美国已经是完全落后了 可是如果美国把同样一笔钱去 培育更多的理工人才 他也许这些理工人才 他发挥他的创意 也许他有下一代的半导体出现 你完全不是 因为半导体是美国人搞出来的 如果有更多的创意人才 他去做这方面领域 美国又变成一个新的领先者 那这比你现在砸现在一大堆钱 去追那些领先者 你还追不上 这个效果是不是更好 这同样也是机会成本的概念 也是 但我觉得这两三年 因为中美的贸易大战之后 也让大家会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再做世界的分工了 对 我不再相信你了 你不给我就是不给我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只好自己在家先头发炼钢 我自己先做 对不对 那美国又这么伟大 当然会觉得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不要靠任何人 就美国可以再次的伟大 我觉得这也是 这三年蛮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经济的思维 我觉得真的是要 那个与时俱进 他过去的理论是一直都存在的 可以提醒我们 然后现在也要看看 好 现在的一个状况会怎么样的走 所以我祝福邵强的一个专栏会更好 现在的课程会更好 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思维 跟更多的参考 谢谢一分 谢谢读者大家多支持 谢谢 谢谢我们上周的首席经济学家杨绍强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